23. 星島日報 《台灣的校長學》 2015年7月14日教育F05節在教育陳家偉 自2000年開始擔任校長一職 不過間已有十五載的時間,工作是繁忙的 因為要關顧的人和事實在太多 但我沒有一刻不努力學習,提升自己 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帶動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又會帶動學生 所以有人說 A leader must be a learner 我常抱橋 力不懈,自強不適的精神去辦事 不斷求進,追求卓越 我的社好不多,主要是閱讀 慶幸的是我有不少寫作的機會 能在報章上有定期的專欄 讓我有機會與別人分享所思所想所感 除了閱讀,我也常常參加各類不同的研討會 向專家或同行學習,或交流心得 不亦樂乎 有時我也會被邀請為港者 這些機會更是寶貴 因為每多要好好準備,是自己有所進步 2013年夏天,我和浸會大學許惟天博士、陳善君校長和楊佩山校長等一行六人到台灣參加兩岸三地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那年已是第五屆,主題是教學領導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台灣的學界很重視校長的領導力 不但又卓越校長的選舉 校長學更獨立成了專科 研究此門學問的學者也不少 我也認識了校長學的幾位專家 向他們請教 也購買了不少有關的參考書 研討會在台北的台北教育大學舉行 參與者有四、五百人之多 非常熱鬧 而報告的人也有二十多人 所以每位港者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非常匆忙急逼 當日許惟天博士和我都分別作專題報告 我的港題是拔尖補底題中 分述我校在這三方面的工作 如何可因才師教 用不同的手法去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業表現 由於當日的港者實在太多 港題實在太豐富 由早上九時一直至下五六時許 我和香港的幾位朋友都有點吃不消 研討會後大家都腰酸背痛 研討會是互相交流的好機會 台灣的校長們和大學的教授很熱情招待 我們都成為了朋友 我對台灣教育的了解有多一些認識 我知道在台灣做校長很不宜為 家長會和教師會的權力都很大 校長有點備受左右夾擊 而且政府規定校長的任期是五年唯一任期 是否能夠續任 也要過這兩關 家長會和教師會 確實有時難為了校長 校長是一校之長 很應該樹立好學的榜樣 現今的世界 變化莫測 新的事物 新的問題不斷湧現 此起彼落 領導者必須有長遠的目光 豐富的知識才能帶領同事 學生往理想的方向前進 遙領遙到 豈能孤流寡文 孤步子鋒 作者為優才 楊欣有體 學生往理想的方向前進 學生往理想的方向前進 誠心